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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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权柄 国效 所以文师说他也要来跟从耶稣 耶稣说等一下 祝德玛丽 因为文师讲的斩钉截铁 你无论往哪里去 我要跟从你 耶稣说湖里有洞 灰鸟有窝 人子没有放枕头的地方 什么意思 你们当文师 文师的衣服一穿 那个立法书一拿这样 跟真的一样 人模人样的这样 固定一个地方 没有没有没有 对不起 我耶稣传文师 处处无家 处处家 你要来跟从 我先跟你讲喔 你要过着流浪的生活 你要吗 你就看到人家的那个 哇 行神迹奇事 然后很会那个传道 很会讲道这样 为了要传道 要到处去 你要吗 你要过这种生活吗 好 你注意看喔 圣经有时候主耶稣这样讲 就没有下文了 就没有写说 到底文师后来有没有跟从 因为不重要 因为重点不重要 所以圣经在 有时在记载的时候 就这么有趣 结果如何 因为这个时候不是讲结果 这个时候是 在文师跟耶稣对话的当中 让我们今天读经的人知道说 主耶稣对跟从他的人的要求是什么 你要有心理准备 跟从耶稣的人 处处无家 处处家 尤其 所以你看嘛 主耶稣都针对人讲话 今天他针对的是文师 文师安居乐月啊 没有没有 你跟从我不是这个意思 有没有跟从不知道 再来第二个人 二十一节 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 主啊 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 耶稣说 那没有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 你跟从我吧 好 这个就是要解释 这个有时候 我们之前到 到对岸去嘛 我们大概对岸这个工作 做了差不多三十年 从比较没有自由的 一直到中间比较自由 现在又不自由了 刚好做了差不多三十年 所以我们刚开始去的时候 都是比较低调 所以我们在台湾 因为连我们在台湾 在台上也不喜欢讲这个 那其实我们去做了很久 那去有一个地方 我们在这里不用讲太多 因为那个有录音录影 那边有一个人 其实他们都是真耶稣教会 所以我们刚开始去就是要去复兴他们 而是要去 算是来更正 因为他们文革之后 整个宗教信仰是乱七八糟了 所以现在他们现在已经有一点 稍微恢复一下 所以我们就赶快过去 那当然是比较低调的去 那边有一个长老 虽然他一个长老 你看他大概没练什么书 可是他的旗下有多少人 两千人的信徒 你不要小看一个人 两千人的信徒 那我们就去嘛 去找他要去跟他谈 更正 因为那个时候 我们如果去更正 他们就要翻过来 全部都来受洗 哇那很恐怖 很多人信念 很多人 马上翻转 只要带头的人答应 就OK 那那个时候去的时候 不是我啦 是我们前面的长辈去 不要讲人民 去 他就问 等一下等一下 我问你 你们有过中秋节 端午节 春节吗 我说有啊 说好了 你们台湾那个教 已经俗话了 不要来了 新耶稣还在过节 俗话 说不接受 第二个问题 就是这个 他们的认定是什么 比如说 我爸爸没有新耶稣 我爸爸离世了 我不能参加 我爸爸的丧礼 任凭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我不能去参加 所以一样他就问 他说如果 父母没有新耶稣 父母死掉 你们去参加丧礼 有啊 当然要参加丧礼 台湾的道理 已经偏了 不用来了 所以没有 那是前面十年 我们的长辈去 后来中间那十年是我去的 那去我们特别去访问他 然后我们就跟他座谈 然后他就直接讲 那个长辈 你来啦 说我啦 你来 你来 因为我们去去办奖席会嘛 我们就会邀请他来参加 他说不要 你直接来我们教会 来 好 那直接办 我两千人的开玩笑 你就直接 在这里上啊 不要叫我们去里面那边上 你来这里上 所以我们后来就安排一个 一个传道去 就利用讲十读情算 讲五大教育 表面上讲十读情算 就里面才开始讲五大教育 哇 他听得很高兴耶 说他是不是希望以后 下次能够再来 那一次我们去 那个时候 经过十年 我们再去的时候 那个年轻人就问我们这个问题 我们就跟他解释 他听得懂 好 那我就是要解释这个 认平死人埋葬死人 这里不是那个 不是 不是说像刚才他们说的那个样子 主耶稣常常会 机会教育 机会教育 这个时候也是 刚才我们看马太文十二章五十节 是一样 是主耶稣的机会教育 因为刚好他在传闻的当中 他妈跟他的弟弟来看他 因为 在其他的经文上面有写 主耶稣让人家认为他是癫狂 什么意思 主耶稣的工作 让人家认为他是有工作狂 主耶稣有工作 别人啊 别人认定主耶稣的工作是工作狂 所以是癫狂的 圣经有这样写 所以妈妈跟弟弟来看 藉着那个机会 主耶稣要弄清楚 就是说 因为人家跟他讲 学生门徒跟他讲 诶 主耶稣你妈妈跟弟弟来了 他说谁是我的母亲 谁是我的弟兄姐妹 诶 主耶稣不是这样讲吗 要说今天没吃完以后 要不然他讲这种话 不是 他就要利用这个时间 这个moment 来讲这个真理 属耶稣的人要受洗 取得身份 要尽本分 这样才可以得救 他要讲的是这个 一样 一样啊 今天主耶稣也是利用这个词 再讲一个道理 什么叫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 第一个死人 当然就是 你在属灵上 你是 你没有受洗 你当然是死人 埋葬他们的死人 一样啊 主耶稣意思就是说 其实要来跟从我的人 不要 就是要专心嘛 你要专心 不要动不动 我们家有事 我们儿子怎么 你现在是怎么 有那么多事啊 你们家有那么多事啊 所以第一个文士叫 你要来跟从耶稣的时候 对不起 你有刻苦耐劳的吗 你会扛你嘲吗 第二个 你会专心吗 你来跟从耶稣 你有专心跟从吗 还是 理由一堆 借口一堆 他的意思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不是在讲说什么 什么样的没有 新耶稣死人 没有啦 那不是那个意思 是要叫你要专心跟从他 好 再来 平静一样 二十三节 到二十九节这一段 平静风寒海 一样 主耶稣沉睡 在睡觉 我们要知道 主耶稣的门徒当中有两对是捕鱼的 也就是他们是海上生活的人 捕鱼人生 所以风浪太大 他们的经验就 这种风浪 船绝对沉 所以才会害怕 去把主耶稣叫起来 主耶稣起来 二十六节 耶稣说你们这小心的人 为什么要胆怯呢 第一个什么 先骂人 在怕什么 所以主耶稣为什么会骂 奇怪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说 奇怪的主耶稣很喜欢骂人 对的也骂 不对的也骂 今天真的这个船都快要沉下去 是事实啊 来跟你叫起来 你干嘛 你睡觉 被人家叫起来不高兴是不是 没有主耶稣为什么会骂人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今天 因为那个风浪是看得到的风浪 所以主耶稣希望 那个看得到的风浪 不要影响你那个 不要影响到你的心 你的心如果再风浪那就完了 一样嘛 我们今天有时候看到教会 有时候看到一些事情 那个跟风浪一样很大 都快传快要沉下去 你会害怕 主耶稣说你不用怕 看得到那风浪不用怕 你要先稳定你内心的风浪 你先稳定你 不用怕 你先不要怕 你要看到 哇开玩笑 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 完蛋了完蛋了这样 风浪 就是说不要怕 你先稳定 为什么 为什么不要怕 用一般人的态度 请问事情已经发生了 事情正在发生 你害怕有用吗 第二个 今天你看到的风浪已经正在很大 我们不是信耶稣吗 我们不是信耶稣吗 所以你在怕什么 主耶稣要的是这个 好 所以再来二十八节 两个被鬼附责 我们看主耶稣二十九节 他们喊着说神的儿子 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 有什么关系 时候还没有到你就上到这里来 叫我们受苦吗 鬼陆诸群这件事情 所以你看 鬼 对耶稣很清楚 我们都说 魔鬼是犯罪的天使 所以 人不认识耶稣 OK 但是鬼绝对认识耶稣 所以耶稣来了他们就害怕了 那个鬼 就借着这两个被他复杂的人说话 所以表面上好像是两个人在说话 没有 是两个人里面的鬼在说话 所以 我们今天在 有人被鬼复杂的人 我们在跟他对话你要注意 他是在讲人话 还是在讲鬼话 你要判断 你今天要赶鬼的人 你要判断这个 所以有那个被鬼复杂的人 第一个 我会跟他对话 我会跟他对话 我说你叫什么名字 从对话当中 我就知道他是在讲鬼话 还是在讲人话 很清楚 很清楚 为什么 因为有些人被鬼复杂 被鬼复杂有几种 第一种 他的头脑 就是他的思考 已经被魔鬼侵占了 他的身体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你看他的行为举止是怪异 因为被控制 第二个 他言谈之间是乱讲 但是连思考都被控制 是第一种 第二种是 他头脑没有被控制 所以他可以跟你讲人话 就是讲他的话 但是他身体被控制 那个举止是怪 是很奇怪的 但是头脑清楚的 所以你跟他对话 他知道 所以你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他会讲 甚至讲说 那我现在教你怎么祷告 奉主就说 他会照这样做 可是你会发现 他已经是被魔鬼 身体被魔鬼控制 基本上这种人 讲话都眼睛闭着 他跟你对话是眼睛闭着 魔鬼 好 那你就说 原来你有 你头脑没有被控制 好 但你既然头脑没有被控制 那我就跟你讲 等一下要祷告 奉绝书圣门祷告 你练一次 哈利路要在面绝书 OK吗 OK 好来 一起祷告 如果那个头脑被控制 你不要跟他讲 他已经是魔鬼 他已经都被控制 你跟他讲什么 你要跟他旁边的人 他的家人说 他已经被魔鬼控制 所以不用跟他讲 我现在跟你讲 我们要帮他祷告 那等一下传道会 奉主耶稣圣门 帮他赶鬼 所以你旁边的人 我们要为他祷告 因为他现在不会祷告 他已经被控制了 等同全面被封锁了 所以我们就要赶鬼 就这样 所以要么你看 那个鬼看到 看到耶稣就吓死了 还跟主耶稣谈判 他说 不然我们不在这两个人身上 不然我们跑到猪群 主耶稣说我要去 好 那去的时候完蛋了 谁倒霉 养猪的人倒霉 33节 放猪的人就逃跑进城 将这一切事 和被鬼附的人所遭遇的 都告诉人 一样 今天主耶稣所做的 或是所行的神迹 其实都是两集 一个 当你看到主耶稣行神迹的时候 你会信他 第二种是 赶快跑掉 就像养猪的人一样 因为他的利益不见 他发现说 其实养猪的人有看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那两个被鬼附罩 被鬼附罩的人 忽然平安了 他有看到 他知道 可是他养猪的钱都不见了 都死光光了 所以他不希望耶稣留在这里 所以他赶快跑到城里去 请城里的人 跟他一起把耶稣赶走 奇怪 同样是耶稣在行神迹 有些人接受 有些人不能接受 就是这样 所以一样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在这种事情上 我们看到 看到了一些神迹奇事 你到底是 对主耶稣更加进一步的认识 还是说 哇这个很恐怖 这个就是 整个第八章要讲的这个部分 好看第九章 继续神 我们昨天有讲的 这就是一直在讲 主耶稣醒的神迹奇事 所以一直都是神迹 好一只瘫子一样 瘫子当然就是 瘫痪 他已经瘫痪了 所以他根本就不能走 好那这些 需要帮助的人 可是他又没有办法求助的时候 怎么办 就是旁边的人要很重要 旁边的人 我们来看 第二节 有人用路子 抬着一个瘫子 来到耶稣跟前来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就对瘫子收 见他们的信心 就是抬瘫子来的那些人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带导 带导人要有信心 第二个 带导的人要实际帮助这个人 就是把这个人 带到耶稣面前 也就是说 你今天在帮 这些目道者或是信徒 他们的需要的时候 不要超过 我们的目的是 要把这个人带到神面前 看一下 请看歌罗西书第一章 二十八节 歌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 我们传良他是用诸般的智慧 劝接个人 教导个人 要把个人在基督里 完完全全引到神的面前 一样 今天你的孩子 我们信仰怎么传承 信仰没有办法传承 你是你 我是我 你是你 你的孩子是你的孩子 两回事 所以你看到创世记 主耶稣 神向亚伯拉人显现 神也向以撒显现 神也向雅各显现 都一样 都重来 都重来 一样嘛 今天你对神的认知 跟你 你的儿 你对神的认知 那你当父母 要怎么处理 就是把他 你用各种智慧 用各种方法 把你的孩子 带到神面前 让你的孩子 能够跟神对话 让你的孩子 能够跟神交往 你能够做的 只能这样子 所以我们为什么 说要引导他 读圣经 为什么要引导他来聚会 为什么要引导 为什么要跟他对话 讲信仰的事情 因为你就是要把他 引到神的面前 所以要嘛 这些帮助这些摊子的人 是把他带到神面前 因为 这些人很有信心 没有用啊 你要把这些需要耶稣的人 把他带到 引进 引到神面前 引到耶稣面前 让他跟耶稣对话 让他跟耶稣 那个 那个互动 所以你看嘛 第二节最后 中间 耶稣见他们的信心 然后 就对摊子说 小子 放心吧 你的罪赦了 是针对这个需要的人说的 好 那当然主耶稣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他有很多的目的 除了让这个摊子人得到抑制 也对这些帮助摊子的人 然后再来 现场的这些摆子 现场的人 因为他知道 现场的人 有文士嘛 文士就是 就是僵化信仰的那个人 所以一样嘛 今天主耶稣说 你的罪赦了 文士就跳起来了 反弹 文士就反弹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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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